下午好 我是威敏 马上来看一则国际新闻 马航MH-17班机在东乌克兰昭击落298人罹难 调查报告到现在都没有下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匹来严厉批评 事件违反国际法和秩序 可能已经构成战争罪 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全面国际化调查之后 人权专员匹来也强烈要求马上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 还说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堪称战争罪行 他呼吁各方停止使用武力 尊重法律及人权 另外联合国指出 乌克兰东部出现武器扩散问题 政府军及叛军都利用火炮 坦克等重型武器攻击平民区 尤其是东部地区交战数月 情况令人担心 要求立即停止战火 误伤及无辜 误众 guests 请 Aww y Renee 订阅我们下载名成功 然后一些资料标